那么安装完依赖库以后 我们可以去运行项目中的样力代码进行学习 点击file点击new project 之后呢我们输入我们项目的文件目录 这边我的设置是E盘 然后这边有两个Python的编辑器可以选择 我们选择目前存在的编辑器 由于我们刚才安装了依赖库的环境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系统编辑器 设置到我们刚才创建的Python环境中 在刚才Python的创建环境中 我们找到所创建的Python环境 这边有一个CryptoQuant的EMV 然后这边是Python.exe 也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CryptoQuant是安装在默认的文件夹里面 那么它应该是安装到地盘的 地盘的这个Python环境里面 那么我地盘里面已经装了一个Python3 5.0.1这个环境 它这边有一个EMVS 这里的EMVS就是它使用Quanda创建的虚拟环境 那么这边有看到有CryptoQuant这样的一个Python 这边点到点Python.exe 点击OK 那么选择好这个Python环境以后 然后我们点点OK就行了 点OK完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我们看到我们点击打开项目 然后选择目前这个窗口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进入到这个项目文件了 我们打开QuandoQuant的example里面有一个insertfile和回测 我们先来试一下回测能不能运行 右击点击run 我们看到它的回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回测是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大家对本节视频有任何疑问可以加我微信交流 最后也麻烦大家三连支持 谢谢大家